太平圣河宫庙前广场一早就非常热闹 这些住在护理自家的阿公阿嬷 拿着武师道具 大家起个大早 准备进行这一天的新春采接活动 每个人的脸上都充满着期待的神情 随即一同上香祈福 希望在妈祖的保佑下 这次采接活动能够顺利圆满 我们活动的话 今天就是先到圣河宫这边来拜拜 那拜拜之后呢 我们沿路会做一个采接的活动 那我们希望借由这样个热闹的气氛 能够让所有社区的民众 能够来一起来共襄盛举 过年也到了 也希望阿公阿嬷能走出来 让我们这个城市是友善的 所以啊 我们就用拐拐动动迎新春 让阿公阿嬷出来送福袋 给所有的路上的行人 护理自家院长表示 这群阿公阿嬷由于行动不便 平时很少有机会出门走走 这是在活力社区光来协会的帮助下 趁着假日举办了采接活动 每个人都精心打扮 虽然不少人得坐着轮椅 但有阿公说 出来偷偷气的感觉真好 整身真好 我这样来这里看到我们大家来 这样很高兴的啦 像我这样吃到九十五岁的 刚才刚才这中文这么老子的 这成呆 多谢大伟 因为老人家都一直都在安养中心 他应该出来走走看看 亲戚朋友都在这里 他们是在地的老人家 在大学生志工的陪同下 阿公阿嬷出发彩街 沿途外发送自己做的红包与福袋 所到之处受到社区民众的热烈欢迎 也提前跟大家一起迎新春 记者赖秋风台中采访报道